我很喜欢苹果的产品 AirPods Pro的那个降噪我都帮不下去 Sony的影子真还摸得顶 张碧城的声音啊 真的是直接穿进我的心里面 今天来开箱 地表最强的Sony蓝牙耳机 讲到蓝牙耳机我就讲到当初 我要买AirPods Pro的时候就有朋友跟我讲 如果你有这个budget的话 不如你买Sony 降噪又好声音又好 当时的我咧 就没有听进去 但是不用紧 现在的我已经拥有了 还要是最强的这一台 最新的Sony WF-1000XM5降噪 进入我的整理之后 这次SM5 一共有两大新功能 第一就是体积变小变轻 第二就是功能直接刚上我的 AirPods Pro 2 So 这一支影片呢 我们会先从开箱开始 然后再到SM4跟SM5的差别对比 再到AirPods Pro 2对比 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苹果Q了 开始吧 OK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盒子先 它的那个材质是很特别一下的 它就是看上去是那种在循环纸张的粗粗的感觉 可是它摸上去是滑的哦 Original Blended Materials 主打的就是一个环保 听声音 哇 Sony的字 它整个这个耳机盒子是磨砂的 手感很好 完全不沾指纹 可是又防滑 这个是SM5嘛 所以这里我就拿出了上一代的XM4 一看就已经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你看 shape都不一样 第二 体积更加小 更加轻了啦 它整体减少了15%的大小 第三就是打开之后那个灯的设计 SM4是长条形的 SM5就是一颗小小的点点 后面是Type-C充电口 左边都有一个Connect Bluetooth的Button 之前是没有的啊 打开了之后 你按个几秒钟 这个Button就可以Connect到手机了啦 那个还讲到哦 上一代是没有那个Button的嘛 这样它要怎样Connect呢 就是说 戴上去了之后 然后我的手同时按 就是一修和尚即使感 但是XM5就不同了 它有了这个Button之后 整个使用体验就变得更简单 就算你第一次用蓝牙耳机 你都能够明白这个Button 是要拿来做什么的 就是Connect 看完外壳之后 现在来看 耳机本机了 我个人最喜欢的两个升级点 第一个就是 耳机比起上一代小了很多 也轻了很多 你看啊 XM4是蛮大力的 XM5直接瘦了一个圈 从7g变成了5.9g 对于耳墙比较小的女孩子 真的是wonderful 耳机本身也是从上一代的 磨砂质感变成了光滑的材质 设计语言也是变了啦 一根天线变成网状了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上一代的 那个磨砂感的 因为你看这个亮面 我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那个手都要练一下 可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手势 手指放这边勾起来 也是很顺手拿上来的 你看 反正整机大小都成功瘦身了之后 那个好处是多到 因为我自己的耳腔是比较小的嘛 当我试戴XM4的时候 它有点压到我的耳骨 所以maximum我待一个两个小时 其实就有点不舒服了 但是XM4它成功瘦身了之后 它就不会压到我的耳骨 所以我可以待4个小时我都觉得还OK 另外一个要提到的就是 盒子里面的配件啊 一条USB to Type-C的充电线 和不同尺寸的耳塞 上一代就只有XML三种尺寸 那小SM5就不红啦 它跟AirPods Pro一样 多给了一堆更小的尺寸 SS 是不是 我都讲的啦 要直接钢上AirPods Pro2耶 我没有记错的话 单买耳塞本来是要给钱的 但是Sony现在直接就送了一组给你 你还不要快点留言 Hashtag Sony大法好 另外我还发现它的海绵材质耳塞 是有调整过形状的 你捏一捏你塞进去 会在耳道里面碰起来 整个就很贴耳道了 是很舒服的 而且不会容易掉啊 音质方面呢 讲一点技术的东西 如果你不是很想听TiTek的话呢 你可以跳个30秒左右 这一代SM5搭展的是 全新开发的8.4mm驱动单体 对比上一代的话是6mm 也就是说等于在更小的耳机里面 它塞入了一个更大的单体 然后它有新开发的 圆顶边缘分离单体技术 可以传送更宽广的这个频率 降噪部分呢 用的是双处理器 全新的V2加QN2E的这个双晶片来处理 In case你们feel不到哦 等同于啦 那个大耳罩WH-1000XM5 同样的豪华level 再配上Hi-Res Audio Wireless So 如果你是用着Android手机的话 你手机又支持LDAC format 你是可以听到接近Hi-Res无损的音质 那目前大多数的Android旗舰机 都有这些LDAC format啦 比如说 Xiaomi 13 Pro Honor Magic 5 Pro Samsung S243 Ultra等等啊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看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支援 如果你是用iPhone只有只有AAC format的话 不用紧 你可以去到Sony的App里面 打开DSEE Extreme 这个Button是可以让低规格有损的音质 变成高解析音质 穿透力是很强的 我不是很贵 但是我尽量形容啦 我有用它来听消失的它的主题曲 Fulama 我跟你讲 脏壁成的声音啊 真的是直接穿进我的心里面 从耳机传出来的中高低音都有一定的声音厚度 然后它的尾音也是收到很干净 整个听起来是很舒服 我有一点好像听着Orchestra的感觉 尤其是低音我真的是觉得很好 而且这个情况还要是我还没有调Equalizer的前提下 出场模式就已经是这么沉浸了 从我拿到耳机到今天大概有10天左右啦 期间我就用它听了很多歌 我个人特别喜欢用它来播放一些比较搅滚的歌 比如说《云民之辈》这一类的 或者是周杰伦的《烟花艺伦》这种就是比较多钢琴音乐的这种歌曲 它出来的效果就很和谐 然后吉他跟钢琴的声音那个解析力是很强的 而且它这次在人声也做了一些调整啦 我觉得曲跟人声之前没有谁在抢械就很和谐 You know 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男声的歌嘛 我也有用它听一些女声的歌 比如高音的我有拿来听《凉凉》 中低音的我有听我的歌声里 我个人觉得高音的歌它表现还可以啦 中低音的会比较厚实 而且听久了也不会有疲惫感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feel它的功力的话 我建议你去听一下 Adao这种中低音歌手的歌 hold like 接下来就轮到APP操作啦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索尼耳机的话呢 第一次pairing它会叫你 到了一个叫做Sony Headphones的APP 里面是可以调很多功能的 比如说最基本的手势操作 如果你tap一下是降噪或者切换环境音 会有叮的一声 两下是下一首歌 这次还新增了连点四下就可以调节音乐的大小声 它sensor是蛮敏感的 都不用按大大力也detect到的 那有些人是对音质有要求的 他喜欢自己调节 可以 Sony这是新加的一个equalizer功能哦 就是让你可能一边听着 一边自己去调节 喜欢的音调 整个design哦是比较容易看得懂了 圆圈点啊点就可以换咯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 帮你找到最适合的那个感觉 就不会永远看不懂那个graph 还要硬硬调了啦 那其他咧还有安全聆听功能 可以实时修耳机音量来保护你的听力 等于是AirPods加Apple Watch还有的功能咧 就省下一个表的钱了咯 Sony耳机最大的重点就是降噪做得好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双降噪处理器 V2和QN2E这次还新增加了麦的数量 变成了两组后麦跟一组前麦 官方表示可以比上一代降低多20%的噪音 实测起来妥妥的No.1 而且你还不要忘记 还有海绵塞这种物理隔音buff 那尤其是在office啊 风扇声音、键盘敲打 同时几几站都有被消掉80-90% 大LRT的话呢 广播声音、轨道的吵杂声 也是有减少80%左右 那怎样叫做降噪做得好咧 就是你开了Noise Cancelling之后 那个耳压几乎为零 可能会有一点点 但是我完全不会不舒服的那一种 这一点就算我是一个苹果粉 我很喜欢苹果产品 AirPods Pro的那个降噪 我都绑不下去 因为它开了Noise Cancelling之后 它有很明显的一个耳压感 熟?降噪这一块 我搬给Sony OK我现在在一个很繁忙的马路边边 我带着的是Sony XM5 连接着手机来录这一个video的 唱歌时间 OK我现在在很繁忙的马路边边 我在用的是Apple AirPods Pro 2 连接着手机来录这一个影片的 唱歌时间 你前前的微笑就像 五美之长 我尝过你嘴角就像的窩和味道 另外还有一个XM5直杠AirPods Pro 2的功能 就是空间音频加头部追踪 简单讲咧就是可以增测你的头 无论你是转去哪一个方向 声音都好像从正前方发出来 而且是个球形这样子围着你的 Macham先这样啦 那通话效果怎样咧 因为它有了这个防风罩设计 再加上古传导技术和AI深度学习 所以通话是清晰的 直接来试测吧 我现在用着的是Sony XM5 在室内拨打这个电话啦 我来表演一首歌 空隆坑冷坑冷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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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着的是Apple AirPods Pro 在室内打这个电话 我来表演一首歌 空隆坑冷坑 空隆坑冷坑冷坑 空隆坑冷坑 我现在用着的是Sony XM5 在马路边边打这个电话啦 现在来表演一首歌 原来你是我最想溜足的幸运 原来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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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现在用的是Apple AirPods Pro 在马路边来拨这个电话好了 OK来表演一首歌 原来你是我最想溜足的幸运 原来我用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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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个人觉得 XM5对比AirPods Pro二代的人生 是更加清楚一点的 你可以感受到XM5是有 针对人生做了特别的处理啦 值得一提的是 接电话或者是reject呢 可以用点头摇头来表示 手完全不用踢起来都OK的 其他功能的话呢 耳机本身是有IPX4生活防水等级 小毛毛雨小破水是OK 电池部分普通情况叻 续航是耳机12小时加充电盒24小时 开了降噪的话就耳机8小时加充电盒24小时 我自己的话叻 我有试一天待4个小时有开降噪 音量大概6-70左右啦 是可以4天才充一次电的 那如果没有电的话叻 快充充个3分钟就可以用1个小时 所以没有什么充电焦虑这种事情啊 首先一点就是哦 今天我们先不讲它的质感 有没有提升这件事情啊 单单是它变小变好带的这一件事情时候 你是可以很明显 觉得它的舒适感是提升了的 就算今天你是没有用过索尼耳机的话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接受它 至于能不能打败AirPods Pro这件事情啊 单独耳机来讲我觉得绝对可以 音质降噪手感都是在AirPods Pro以上的 但是如果今天AirPods Pro配上它的全甲桶 这样子就不同讲啦 因为你都知道AirPods Pro的地位哦 是很难撼动的 就独立耳机来讲啦 Sony WF-1000XM5它是一台 毋庸置疑很摘 用了我就很难回去AirPods Pro音质的一台耳机 这样不用讲AirPods Pro啦 可能很多耳机就已经不能够满足到我了 它的佩戴感很舒服 它没有耳压感的降噪 它的音质高解析力 而且重点是出厂就已经不用调 就很好听了 但是价格方面XM5会比AirPods Pro更高一点啦 AirPods Pro二代价马来西亚卖着1099 XM5是1399 那是一分钱一分货啦 如果你单独听它的话 可能你会讲 且骗我的 你没有什么分别的可恩骗人 但是哦 你把两台放在一起听的时候 你就能够听到增长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建议你们自己去听一下 你们就懂我讲话 讲这样懂 等下你们也听不明白是不是 自己去try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